晚清末年,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证,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,而作为他身边最得宠的亲信太监,李莲英自然也就称他为了当时最有权力的宦官之一。 在成为慈禧太后的亲信大太监后,李莲英就一直想着风光回乡一次,让家里人看看他的大出息。 除了探亲,还有一件就是一直压在心头,李莲英一直记得自己小时候抬住家抢抢了他们家里一亩地,如今他有了本事,这件事就变得格外刺动起来,但他没有因为受宠就得意忘形,毕竟不久之前安德海就因为得意忘形被砍了脑袋,为了风光回乡,李莲英动起了脑筋。 果然,阳春三月,宫里下了一场春雨,慈禧太后不喜欢晴天,认为太阳会晒得人软眠无力,抑制消沉,相反下了雨的时候,她很喜欢去雨中漫游,正要叫李莲英安排。 一向深的心意的李莲英这时却脱口说了一句,太后小心照了凉,雨下得不小,说完这句话,李莲英又回过身来,连连怪自己糊涂。 慈禧太后也没多想,以为她是一时走神,殊不知这是李莲英刻意而为,但李莲英可不愿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 不久,慈禧太后赏了雨中风景回来,看见李莲英还呆呆站在雨里,心下不悦就把她叫过来询问。 李莲英连忙跪下,苦苦哀求,太后,小的听说家乡遭了灾,担心家里出事,这才走了神。 借着这个由头,又说自己多年没有回家,父母兄弟还不知道怎么样。 慈禧一听为难起来,按照清朝组织,太监是不能离开京城的,但李莲英是自己的心腹。 慈禧大笔一挥,允许李莲英回乡探亲一趟。 得到了太后的允许,李莲英再没了顾忌,早早写信回去表示自己要回乡探亲。 她一路慢悠悠地回去,从前别人送给她种种礼物也派上了用场。 好东西数不胜数,临出发前,宫里又来了人赏赐了她一番。 一出京,李莲英就让人扯起一面棋子,上书几个大字大清内庭附送管理。 一路招摇狭败回乡,李家人收到了信高兴坏了,早早就准备开来。 如今李莲英在王宫里成了太后心腹,李家人也水涨船高,修起了大屋子,更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了。 没想到李莲英回乡之路却走得很慢,原来途经各地县官再知道太后身边的红人要经过本地,都带人迎接,想要接待一二。 李莲英一边谦虚地表示自己指示来探亲,一边又暗自享受被官员前挫后拥的威风。 李家人苦苦等待的时候,同乡的王财主家里则哀声叹气,恨不得连夜收拾东西,趁着月黑风高离开京城。 想起当年的事,王财主悔不当初,直拍大腿,谁会想到皮箫里的儿子居然能靠当太监翻身,他当初那么欺负李家人。 李莲英现在位高权重,回去会收拾他吗?至于当年逼迫的各种细节,王财主现在回想还不禁直冒冷汗,二十几年前顺天府大成县,一户势弄皮活的李姓人家迎来了一个咕咕啼哭的儿子,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李进喜。 这是家里第二个孩子,随后又陆陆续续,迎来了好几个孩子,但李进喜打小就十分聪明,狠得父母的宠爱。 弟弟出生的时候,李进喜给父母帮忙带孩子,把弟弟背在身后出去玩耍。 母亲走出了一看,他一点玩还腾出一只手托着背上的弟弟,心疼的说,等你弟弟长大些了,你就能轻松完了。 没想到李进喜却笑嘻嘻地说,这个弟弟能走了,别的弟弟又要来了。 身旁的大人一听都笑了起来,说他嘴甜懂事,能给家里人分忧。 祖母和母亲尤其喜欢他,母亲本来想让他去读书,但父亲一直反对,此事只好作罢。 李进喜虽不说什么,心里却有些难过。 后来祖母叹着气安慰他,等家里家底厚了,就像王财主家里那样有了很多田地,将来就能送家里小孩子去读书了。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,不久之后王财主家就找到了李进喜的父亲,提出要用良母帝换他们一亩良田。 那良母帝靠着山上,又远又荒,李家的一亩地是上等良田。 虽然他们家里靠手艺维持生计,但那母良田练出去也能收入一些粮食。 良母荒地没人种,岂不是砸在手里。 王财主冷笑一声,挥袖而去,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过久之后,李进喜的父亲就被牙医抓进了大牢。 李家人打听一番,知道王财主和县令关系很好,只好把地契送上门去。 遭此一番打击,李家家记中播,孩子又多。 当时有些人家孩子养不起了,只得送去宫里当太监。 咬了咬牙,李家也托了铜箱,把李进喜送到宫里当太监了。 李进喜八岁入宫,当了好几年干杂事的小太监,但她天生机灵,脑子活落。 偷偷去学了坊间最潮流的法式,又托了铜箱帮忙,拿到了给慈禧淑陀的差事。 此时太后面前的红人还是大太监安德海。 安德海不仅在宫里全是赤声,还在宫外取妻,消息传到了宫里。 慈禧不仅没有怪罪,还赏赐了一千两白银和一百匹绸缎。 眼看她红的法子,甚至还拿了除外采购的美钗。 李连英心里暗自羡慕,伺候太后也更用心了。 不久之后,得势张狂的安德海到了山东,被巡抚丁宝珍抓了斩首。 消息传来,李连英吓出一身冷汗,暗自决定要引以为戒。 从此她越发小心伺候,摆正了自己奴才的位置,也更得慈禧太后信任。 自从李连英在宫里混出了头,李家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。 李连英带着满车礼物回来时,已经是四品花铃总管。 她一眼就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,忍不住眼寒热泪,赶紧下马跪拜。 不过下马之时,她又看到了人群之中的王财主鬼鬼祟祟的往后退集。 李连英回到家乡,县官早就不是当年的县官,急急忙忙来拜见。 亲戚朋友知道了,更是匆匆忙忙上门来,李家宾客迎门,高棚满座。 李连英也一点不小气地拿出了半两银子捐出来修桥铺路,表示自己不会忘了家乡人。 不过又隔了几天,王财主带着许多礼物上门了,一上门就跪下来给李连英磕头,还哭着为当年的事道歉。 李连英微微一笑,把她扶了起来,又说当年的事早就不算什么,安慰王财主一番。 这一下,王财主彻底踏实了,还留在李家吃了顿饭。 其实她并不知道,李连英向来就有很好的表面功夫。 有一年,护布侍郎张英环献给了皇帝一块红宝石,献给慈禧太后一块绿宝石,对李连英却没有什么表示。 李连英暗恨在心,虽然她表面上和气,对于别人的轻视却非常记恨。 于是她想了一个法子,暗暗准备着。 有一天,慈禧正在把玩绿宝石,李连英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, 咱们这边就不能有红的吗? 慈禧顿时觉得不舒服起来,祖宗规定只有正妻才能用红色,虽然她是太后,但一直是西宫。 便怀疑护布侍郎故意嘲讽,后来慈禧找了个理由就把张英环处理了。 丝毫不知是李连英暗中引导, 酒过三巡,菜过无味。 王财柱从李家亮亮呛呛回去,满身酒气,喜不自盛对一直担心的妻子说, 好事情,咱们家要发达了。 又让人叫来了家里的女儿。 原来李连英告诉她,可以帮她把女儿送进宫里。 如果伺候得好了,也会像李家一样飞黄腾达。 富贵荣华也不在话下。 没过多久,王财柱就把女儿送到了李家, 等着李连英提拔自己的女儿。 将来富贵荣华唾手可得。 不过她等来等去都没有消息, 李连英启程回宫后, 几个芽役忽然登了王财柱家的门, 如棱似虎地翻着起来。 王财柱大惊失色, 哪里想到平时关系很好的芽役们现在翻脸无情。 说是王小姐半路上就偷了金银细软逃走了, 定然是逃回家里。 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怎么能有这些本事, 像是家里人娇的, 芽役们一斗铁链, 带走王财柱。 王财柱这时候才恍然大悟。 如梦初醒, 李连英根本没有忘记当年的事。 这一切都是李连英的安排。 为了当年一母的王财柱家破人亡, 听说王小姐进京之后就被发卖, 为奴为婢, 而回到了宫里的李连英却特意为慈禧太后献上了家乡的梅子面。 慈禧什么好东西都吃过了, 反而是这样简单的特色食物, 让她觉得李连英忠心淳朴, 从此之后更是宠爱她。 清朝晚期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此事, 李连英也离开了皇宫。 仅仅过了三年, 李连英就去世了。 虽然生前仗着慈禧的宠爱, 攒下了家财, 又过继了兄弟的子女。 但李连英恐怕也没有想到, 没有多久她的墓穴就毁于一旦。 家里人也四散流离, 穷困潦倒。 幸互 不知